还好华人社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过这下面的新闻可能就有很多人受到影响了 因为北美遭受到了暴风雪 有超过4000多航班污点 路上交通也大打劫 估计这几天将会影响数千万的返乡出游旅客 临近感恩节 冬天海岸风暴卡托 造成从弗吉尼亚州到缅因州的每一个州都寸步难行 近5000个航班污点 超过800个航班被取消 在纽约部分 许多民众利用感恩节假期度假 中国城的长途汽车司机介绍 感恩节假期期间80的班次有所增加 个人会不会增多比往常 给往常多了大概两三倍吧 但也有在纽约法拉盛的旅客 抱怨这个天气所带来的影响 那是雨伞 很不方便下雪下雨 特别是交通开车的时候不方便 然后下雨之后你看这边地上其实公共设置也做得不是非常好 就积水啊什么的 在感恩节前后从周三到周日 有约4600万美国人要出去旅游 是美国旅游最繁忙的节日之一 恰逢冬季风暴使得路空交通大打劫 将使得旅游的路程更加遥远 新唐人亚在电视国际新闻 报约823年 中央她的公司 这边的公司 科学ピク反思 我觉得它的公司